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天龙禅师 这样一比就开悟了 所以每次有人来参学说 师父 师父 什么是福 也不讲话 师父 什么是禅 比左边 都是通通比这一只 哎呀 里面有一个童子 因为看到师父 每次都比这个只 也什么都没有说 童子说 这太简单了 就比这个而已 这个童子就是外面招摇闯骗 以为是善知识 因为人家他亲近记者和尚 然后说童子 童子 你师父平常开始 你告诉我 你师父什么是福 那童子就 小孩子不懂 就比这一只给他看 哎呀 这童子 童子 那什么是禅 也不讲 结果人家对方很受益 结果这个童子自己也不晓得比什么 他说 这一只 比这正头好够好够 这一只而已 比 大家都给他顶礼 大家给他赞叹 比这一只而已 这更简单了 走到处就这样 比 大家这个事情很轰动 说明师出高徒 他师父气得半死 这个没有开悟 专门欺狂众生 专门欺狂众生 有一天 他师父 他说这只堵要在后面 就问 童子啊 什么是佛啊 他比关系啊 他比很久啊 他出去都这样比啊 什么是佛 这只正当后的壁子的因素 都去浪了 啪 堕坦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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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指头的大彻大悟 灯坦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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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何 master above 但伍到 结果大彻大悟 我们听一听只会笑一笑 我怎么怎么宠杀呢 所以啊 这童子豁然大悟 师父在灵命中的时候 就对大宗说 无德天荣一子禅 一生受用不尽 一生受用不尽 那你知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你出去别这样让人听 这什么意思 因为宇宙 身柔万象 都是真如为本体 绝对的真如 所以在体性上它都是平等的 所以它比这个东西 就是不必说 它就是绝对的本体 绝对的本体 绝对的本体 那个比基尼告诉他 说道德就把斗笠放下来 因为没什么好道的 斗笠来气跟清净之心有什么关系 一比绝对东西不可说 就是 那么如果说道德 结一术你讲讲看 也不能讲 本性也不能讲 比这个 绝对的东西都不能讲的 是不是 所以万象之实体 不外是一个现象界的实体 千差万别的现象界 都离不开绝对的本体 所以既止一直 就是全部宇宙 一切佛法通通在里面 绝对的空性就是在里面 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现在的人 修习佛道 越修会越延 包括出家也是一样 出家 我们现在想吸收更多 吸收更多 这会吸收一点 吸收很多 大部分的人 绝大部分的人 都是入海涮沙 都是在 三藏色部经典里面建立 知见 他想我听得越多 建立了种种知见 这个就是修学佛道 不对的 这样会越学越远 我们要精进 文法是很正确的 可是我们一定要懂得单刀 直入 什么就是直下承担 这句话如果我们体会得不出来 我们会从这个坑道 跳到另外一个坑道 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人的人的一生一世 他会重复的进入好多的陷阱 比如说 他这个道场住一住 住不下来 他跳到另外一个道场 这道场住一住 我去读读佛线好了 又跳到另外一个坑道 佛线读一读 不一定能够好 我到底学学秘宗的 秘宗学习 我去学天台 今天我去学天阿汉 他梦中一试 他不晓得什么叫做 直下承担现前一念 他体会不出来 所以我们人的修行就是 从这个陷阱 跳到这个陷阱 这个陷阱 再跳到那个陷阱 他一直在跳这个陷阱 什么叫做直下承担 直患即离 离患即解 本无来去生命的东西 放下就是 这个叫做直下承担 如果我们肯 一下就破了 问题就是我们不肯 我们不肯 我们存在着自己的己见 我们硬是借着种种的理由来宽恕自己 借着种种的理由来攻击别人 借着种种的理由来产生我们的 确认我们是正知正见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下承担 去透过那种烦恼 因此残留了种种的习气 妄念 我们妄念很多 习气很重 我们一直想尽办法 要把它除掉也除不掉 不得力 不得力 他不晓得直下承担 放下就是他不懂 就算他懂的话 他也被习气妄想弄得 他知道要放下 可是他放不下 所以学佛的 他那个重点 他是要有很大的勇气 很大的勇气 很大的勇气 对妄念或者是习气 怎么样 放不下的 他真的很勇敢地放下 马上就是佛地 如意如来的地 你不必净土修一修修 禅修修秘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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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圣阿寒 为什么 你所有的法通通必须回归到原点 空性 所有的法通通必须回归到原点 空性的东西 真的 所以我们到后来 学到到后来 有很多的一些出家众或者在家众 本来开始学佛的时候很谦虚 很谦虚 其实五年以后有一点点基础了 变成毁谤 批评 到后来连他师父都看不起 连他上人他也看不起 为什么 他把佛法当作是一种知见 不是把佛法当作一种解脱 你看这些禅这种东西 你看 我们讲了这 讲了这一些 你看这个禅他哪里跟你讲那么多佛法 是不是 饼干拿起来比一下 断一碗水给你放一只筷子 你掺不出来 你就没办法 对不对 你建立了那么多知见 开了那么多经典 你又能如何 烦恼始终不断 一点用处也没有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只在文字上建立知见 语言上建立知见 在三藏十二部纪 在假象里面的文字上打转 打转到最后 一样生死不了 所以法的东西要受益 要协议自用 才叫做法 要消化 变成自己身上的智慧 我们吃东西 要能消化 这种东西才叫做好的 佛在仪教经里面 就讲了一段 不是仪教经 涅槃 大伯涅槃经 讲了一段公安演演 所以有一个母亲 有一个母亲 她希望孩子快快长大 她希望孩子快快长大 然后每天就喂那个牛奶 喂这个牛奶 结果 这个孩子 因为只有小孩子 她希望孩子快快长大 结果喂这个牛奶 过分 过量 过量 结果孩子吃下去 没办法消化 呕吐 喂下去 孩子没办法消化 又呕吐 又呕吐 一直呕吐 所以来请示佛陀 佛陀告诉他 要先了解孩子能不能消化 你要恰到好处的食量给他 修学佛道也是这样 要衡量自己的根性 衡量自己的根性 然后一定要去碰到大善知识 没有碰到大善知识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三十年 就是六十年到你死的时候 你一样是颠倒 一样是颠倒 因为你不见性 你就是用意识心 你觉得你很有修行 你试试看 那不是你的东西 不是我们的东西 所以 为什么自古以来 非常的反对 那个一个人去住毛盆 两个人 或者是说 还没有在善知识旁边 相当的悟到 就要脱离这个僧团 我们亲经过的长导 都非常的强烈反对 非常的强烈反对 因为他觉得这样叫做修行 这样叫做修行 以前一个吃力 吃得非常严格的 这一讲 大家通通知道 吃力是非常严格的 公认词戒力最严格的 这黎明宗怎么样 颠倒 颠倒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这黎明宗 一直想回大陆 不要回大陆 吃戒力 吃得一生一世 灵明宗 我要回大陆 他们有时候 我要了生死 乃至往生记得通通没有 因为他很少念佛 他就吃戒 非常的严格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按照别人来讲 他是非常有修行 结果灵明宗 颠倒 为什么 心法不懂 表面上看 是吃戒力的 结果刚好碰到什么 我碰到广化老和尚 这老和尚 他是坚持念佛的 持戒念佛的 开始说 哎呀 老法师这样不行的啊 你持戒力啊 是中品中生啊 你为什么 要回什么大路啊 灵明宗 你这样 让人家在家 就是看到 他会完全退失信心的啊 持戒是升天啊 回向又是中品中生啊 你是一个持戒的高生大德啊 开始提起正念啊 你赶快念佛啊 他那个过午啊 没有人吃得像他那么清净的时间 到筷子绝对放下去的 你超过十二点 那他绝对不沾唇 吃五次都非常严 灵明宗颠倒 颠倒 老和尚一看到他不对的 赶快安慰他 赶快叫他一起念佛 因为他直接吃得很严格 老和尚也善根深后 对对对念佛 本来就已经颠倒好几天了 没办法 老和尚是他的好朋友 来告诉他 你要念佛 他说我提不起劲 他说你听到我大庆的声音 他不是用隐庆啊 广化老和尚是用大庆啊 用大庆的声音 他说你听到我大庆的声音 就跟着念佛 阿玛阿弥陀佛 啪 提起正念 老和尚就大声提起正念 刚好碰到老和尚 广化老和尚这种大善知识 他就念佛 念佛 念佛 微笑了 佛现成了 对 他说中品 终身 他一生一世持戒力的 为什么 心法没有开采出来的 所以我告诉你 真是想说 我们哪 有修没有修 你怎么从这表象上来看呢 不是这样子的 别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一定要了解 心法的究竟意思是什么 来无来向去无去 向当体积空 一定要彻底的 真正的去品尝到 那种捏盘的 真善美的气息 那种法喜 那种清凉的甘露味 真正的消化 变成自己的境界 变成自己的境界 像我们呢 以前呢 刚刚出家都是这样 发言 师父 以前呢 我们做撒米的时候 我要向红伊丽丝 那你呢 我要向虚脑上修苦恨 那你呢 我要向盐印法师红法 那你呢 我要向来国禅师 打禅气 大家都像祖师一样的啦 弄了五六年了 大家烦恼得不得了 红伊丽丝业求修不成 虚劳上也没有一个邪纯 到最后庸庸碌碌碌 因为烦恼变不过 烦恼变不过 他以为用某一种形式 通通叫做修行 大一 磁波 以为用任何一种方式 叫做修行 法是无常的呢 法是无常的呢 无相 明真识戒人 以空相应 是真识戒人 不道真如 是清净戒 大慈 大悲 明叫做识戒人 爱 识戒人 无所求 无所得 无所助 使明识戒人 慢慢地体会看看 慢慢地体会看看 不是只有在戒相里面 拼命地打转 像打感动这样 这个不行 那个行 这个不可以 这个可以 不可以 只要在相 有千差万别 体就无真 误到绝对的本体就无真 那你要讲论相 所以为什么说 戒力分成十八个宗派 邪戒的难如登天 入海算杀 为什么 太难了 这个维系戒 那么多 单单绿宗的 就分成十八宗派 你想想看 你怎么研究呢 那你缠着他不是这样 悟道的人 他不必讲话 我就佛的心 你的心也是佛的心 看一看笑一笑 逼逼手指头 他都晓得你在讲什么 也不必说 为什么 佛佛相同 佛佛道同 只要测悟的人 他的心跟这个心一样 他没有真 可是你研究戒力 维系戒就真 有的讲这个可以 有的讲这个不可以 你怎么讨论 这个可以 这个不可以 这个可以 不可以 真到最后 都是没有办法 一个定论的 一个定论的 是不是 你说一样 我们持戒力过无不实 我们讲一个过无不实 对不对 入口咽咽饭 入口咽咽饭 过无不实 非常严格 是我们赞叹 持戒力的人 应光大师呢 应光大师晚上有吃了 应光大师晚上有吃了 不过他比较简单 你要问你应光大师 要问你晚上的吃啊 犯这个 波语题罪啊 过无吃啊 这个应光大师 讲得很老实 他说他气虚 晚上要一点点食物 保持体力 他念佛的时候 集中精神 结果人家应光大师啊 还没有临命中的时候啊 那十月底啊 他就告诉他 说我十一月四号要往生啊 要往生啊 你们赶快 这方丈要选出来啊 趁我还没有往生的时候 方丈先选出来 几天前他就告诉人家了 结果应光大师啊 时间到了 坐着二十四个小时 头没有低下来 气断了 以后就坐在那个 端坐二十四个小时 气没有 气没有 这个头没有低下来 活化出来了 几千颗色力值 按照基确诈是 一千七百多颗色力值 到两千五百颗色力值 是何等人物 我就告诉诸位 法务定法 邪界固然很好 但是不是固执己见 叫做好的 要冷静 要真正的解脱 要真正的解脱 不是凭着一股热忱 那是情绪而已啊 情绪啊 底下这个 这是给大家一个勉励 解诸善之士 大事门开啊 古德银 近十方世界 是个解脱门 近十方世界 是个解脱门 把手拽不入 拽就是说 把手相牵 行不得 意思就是说 我硬托你来开悟 也没有办法 唯有自己啊 下功夫才能够相应啊 这个拽就是牵引啊 拖着你 你是没有办法开悟的 拖着你修行也没有用啊 所以我一直重复地告诉独弟 你不要在我师父在你旁边 你才做表面功夫给我看 师父啊 出去弘法了 不在讲堂了 你就不做早课 不做晚课 不自修 不合情 那这个不是一个修行人 生死是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 哪里有时师父在你才修行 释迦摩尼佛也没有一天到晚 都是在徒弟的旁边啊 对不对 佛陀告诉他 我们本身 自觉 随时随地都在我们自己心中啊 自己要啃啊 自己不啃的话 佛陀在你旁边也没有用啊 是不是 所以说把手拽不入 把你手啊 拖来啊 叫你参参啊 那你不啃也没有用的 有何拥塞耶 哪里有什么阻塞 是自己啃跟不啃的问题啊 啊 啃跟不啃 不过我们一定要记住 老和尚的话 我们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能自己一个 两个 就是我要住住山上 然后啊 离开这大善之事啊 我告诉你 撞了三十年 你不相信吗 那个六祖坛经里面 讲的一个 里面有个叫惠宁法师啊 惠宁法师啊 他在五祖宏仁大师那个地方 十几年不受益 不受益 那后来啊 六祖啊 船子得到这个衣钵以后 他就逃 惠宁啊 就追追追追追 一直追 等到追到了 六祖就把衣钵放在石头上啊 他要来拿不动 就是 他说 我是为法而来的 不是为衣钵而来的 给仙啊 对不对 假装了说为法而来的 六祖说 既然为法而来的 就告诉他 你不是善 不是恶 就这么实 就是我们明上座本来的面目 啊 结果他说 一下 顿悟了 哎呀 他的感触很大 感触很大 就是他在五祖里面 十几年 潮汐一记王 潮汐就是指六祖哦 他在那边 十几年就是没有办法开悟 六祖 跟他一记王一点 悟到了 是不是 善知识的重要 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提纲窃领 就钥匙啪一开 就开了 你那个门啊 打不开 善知识来的门 钥匙一打就开了 所以啊 不是自己可能关起门来 或者跑到深山里面 这样叫做修行 没有善知识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重复再告诉你 不要自己啊 认为自己很有办法 底下 有人问我 多热的力量 翻译这个磨合 此云大 多 胜 这三个字不可以连起来 不能说磨合叫做大多胜 不是这样子的 这样会完蛋了 这个大 顿点 多一个顿点 胜一个顿点 意思就是磨合 中国话也可以翻译做大 磨合 中国话也可以翻译做多 磨合 中国话也可以翻译做胜 这样才是正确的 你说以后人家讲说 什么是磨合 你说大多胜啊 怎么翻译成大多胜呢 我们经典这样讲的啊 这传 正道歌里面啊 两百二十四页 就讲啊 磨合是大多胜啊 哦 你弄错啦 你弄错啦 大跟多跟胜 这个是不可以连起来练的 这意思就是说 磨合也可以翻译做大 磨合也可以翻译做多 磨合也可以翻译做胜 这样才是正确的用意 不是说大多胜 不是这个意思 三个角度不一样的意思 多含不翻 多含不翻 翻译这个般若 中国话叫做智慧 也就是身善不翻 或者叫做尊重不翻 可以产生这个善的力量 我们就不翻 讲到这个磨合般若 这信节则为起啊 诸主 如果你讲到这个般若智慧啊 悟道了 你啊 一信 那么就 或者是了解了 就跟诸主一样 如果你受持这个般若 就服印人天啊 印就是鼻护啊 覆盖啊 人天 所以啊 转悦 所以知道 般若是善 恶 静是导师啊 静就是路 你要走善 走恶 如果你有般若 你就会知道要走善 如果你没有般若 般若 你就会走恶 意思就是拨热 人是我们分辨善跟恶的路 使我们不会走错路 我们不会走错路 不是像世间人啊 想要啊 得到快乐 且越照越 越苦 越照越 越苦啊 是永远那个热 没有办法 你有办法 比如说 没有钱 没有钱 现在啊 高雄啊 立为台湾省治安最烂的 最坏的一个 一天的抢案 在高雄啊 有十几档 一个月啊 像上个月 在高雄发生的抢案 有156次 156次 所以这个女孩子啊 出去啊 不要带什么钻戒啊 还要带什么项链啊 亲事手势 太贵重的东西 统统不要 统统不要 恰到好处就好了 否则会是来杀身之祸 他啊 这个歹徒啊 认为解决痛苦的办法 就是抢 我没有钱 就是抢 婚姻破裂了 女朋友跑了 就是怎么样 就喝酒 酗酒 酗酒 不是凶酒啊 酗酒 杀人泄愤 他本来想要得到快乐 越糟糕越苦 他没有钱 没有钱赌博 用赌博了 希望赢一些钱啊 赢一些钱啊 来 来这个 度过现在的难关 一赌博啊 本来啊 还没有欠人 这一赌啊 哇 那就欠人一大堆的钱 一屁股债 债台高足 世间人用种种的方法 就是想要解决 现在的痛苦烦恼 可是越用这样的方式 就越痛苦 下线就越深 佛法要解决痛苦 这太简单了 比如说 你没有钱 我观资主 观资主 守住本分 千万不要再去造业 不要用赌博的方式 来解决你经济的拮据 不要用抢钱的方式啊 以为你可以得到 这个经济的充益 这个都是错误的 这个都是错误的 我们修学佛道的人啊 解决痛的办法 观资主 屡欲苦 所以欲 在这个阿汉里面讲 欲是苦 欲望越大 苦就越多 如果这个人 执着这个五一六成 不放 就知道这个人是苦不堪言 苦跟欲 欲望跟苦是化等号的 是化等号的 你欲望越大 你的苦就一定越多 一定的道理 所以在整个阿汉里面 离欲 佛都叫喝欲 喝吃这个欲 欲就是我们要降低 降低 降低 我的恰到好处的欲望 是佛所允许的 是佛所允许的 如果过分的欲望 会造成我们严重的痛苦的后遗症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 如果有剥热的智慧 它很容易阴到我们一条解脱的路线 所以我今天的弘法 立身 其实我就是一直感恩佛陀 我重复地告诉自己 如果我今天没有学佛 我会死得很惨 我今天没有学佛 我会死得很惨 为什么 无名嘛 企业 做企业 做这个大企业 做这个工程师 智商 如果高 大企业去做 对不对 开始造业 也许酗 怎么样 什么都来 对不对 而且脾气又刚硬 骄傲 又狂妄 又赐富 是不是 然后又百病 又重生 那以前可能在拖命 以我的个性 如果没有听到这个佛法 不知道要怎么死的 真正的 不是台湿人 不得向台湿 真正的 噢 辟去摘啊 要做恶毒又不够了 要跟人拼又输人 就去买穿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听到了佛法以后 那降伏自己 这个日子啊 过得实在是太好了 扫益知足啊 身心自在啊 世间就是假象嘛 拥有再多 也是过一天 扫也是过一天啊 对不对 多跟扫都是一样的空啊 哎呀太好了 悟到不恶的道理 所以啊 我们有波勒的智慧 我们呢 屈善必恶 是迷暗示之明具啊 那么我们呢 迷开这暗示啊 我们明具 波勒的智慧啊 我们就是一种具 火把 生死海中之至极 这个极就是传的讲 极就是讲 这个极啊 跟那个啊 极是一样的 你把那个 右边那个 胳膊啊 除掉 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讲 传的讲 生死的至极 烦恼 病之良一 我们呢 要没有听到佛法 哪一个有办法突破这个烦恼 我绝对不相信 绝对不相信 哎 绝对不相信 所以啊 我常告诉自己 哎呀 我太富有了 太美好了 为什么不缺吗 我指的富有是 我们拥有佛陀的 教义的思想 佛陀解脱的思想 太满足了 太满足了 烦恼病的良一 破斜山之大风啊 啊 大风一吹啊 斜山整个倒下去 说敌 摩金之猛将 这个敌就是对抗 那对抗 当动词用 对抗摩金的猛将 照幽土之赫日 赫日就是火红的太阳 火红的太阳 景昏式之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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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倒那些颠倒众生的迅雷 觉愚昧 愚芒之金碧 金碧这个印度人啊 治疗这个眼睛芒的时候 金碧啊 你在旁边金碧 旁边写个小刀 就小刀 印度人啊 眼睛啊 有毛病 但是用这个小刀啊 把那个眼眸啊 截开来 让你的视线更好一点 意思是鼻翼剥热法门 能够治众生的 愚痴的无名 愚痴的无名 觉一芒 至金碧 开始 我可爱之甘露 我之嫩 可爱 又可又爱的这个甘露 之嫩可爱的这个甘露 甘露法辱 结以往之会见 结就是切断 我们所有对人生的迷惑 通通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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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学佛 是会痛苦不堪 人生始终迷满 始终迷满 所以大企业家 政治家 军事 降临 到最后 通通要找宗教家 因为只有宗教家 能够解决生命的问题 生命的问题 你不相信试试看 将来还会有更多人找师父的 爸爸要去一个班 断一网两百块 人家都会算命两百 挂起